你再说一遍 我又没说错 我哥就敢远离这种水性腰花的女人 你 怎么跟你嫂子说话的 那种词严重随便用到你嫂子身上 先问问他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吧 背着我哥偷偷和别的男人约会 我可一点没冤枉他 你瞎说 妈 我没有 就是昨天我一个男同事赖给我送文件 我们不过在楼下寒暄了几句被爷爷看到了 结果他就大做文章 在桃桃面前说我和别的男人友谊 其实桃桃已经两天没有理我了 你活该 对对对 你 妈 你信我 我妈知道 五中生油 胡搅蛮惨 处处挑吃 这确实像妍妍能干出来的事 桃桃那边 妈来解决 至于妍妍 对付她也很简单 你这样 你不知道我嫂子有多自私 他啥好吃的都不留给我哥吃 都偷沫留给自己 咋咋 这人这样呢 你不知道吧 可自私了 五中生油 不着急反驳 你才坐视他口中的坏人 哇 你怎么舍得买虾了 你哥上班去了 我当然要偷沫买好东西吃啊 你干嘛 我自私呀 好吃的 我只顾着自个吃 嫂子 我这又有一件衣服要洗 给我吧 哎 不行 这衣服上沾了油的 用洗衣机洗不干净 必须得用手洗 你让我用手洗棉服 啊 那要不然 你出钱给我去干洗店也行 我要五百 啊 给你洗衣服还要被你控五百块钱 你叫蛮财 就把事情曝光 让他接受正义的审判 啊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我要惩罚我自己 把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曝光 什么意思 嗯 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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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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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 手洗棉服 这不是为难人吗 这妍妍照茬呢吧 别搭理她 这丫头从小心眼就坏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算你狠 妈 咱下午逛街去吧 玻妞过生日了 我弟发了一千的红包 让我给玻妞买两身新衣服呢 看都不来看一下 也没有礼物 发个红包就把你打发了 有什么好嘚瑟的 我弟刚升了职 这两天公司忙也走不开 呦 一个破文员还升职 只要有心总有办法来 你 处处挑刺 你就拿她的话来攻击她 哦 也对 还是妍妍你有心 那这玻妞过生日 你这当姑姑的都准备啥了 我 我人在 我能陪玻妞玩啊 光是人在可不行 还得用心 你这么用心 怎么可能啥都没准备啊 难道 也是红包 我发不了红包 我手机里没钱 刷卡也行 刷 密码是多少 我有点忘了 现金也行 我身上也没钱 我连工作都没有 是吗 那我怎么记得 前两天你还背着你嫂子 偷偷为你哥要了两千 我想起来想起来了 我现在就转 现在就转 最后一道菜也好了 小雨可真是稀客呀 豆豆在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听说娘家人要来 一大早就出去买了新鲜的鱼和肉 高兴得不得了 刚好我这两天来这出菜 顺便来跟我表姐倒个喜 来 哇 方雨 你姐姐都要结婚了 真好 下星期举行婚礼 你能回去吗 下星期 让我想想啊 回不去也没关系 理到了就行 那是肯定的呀 就是这 方雨 你觉得我们随多少合适啊 和我一样不就行了吗 一样 那是多少 六千六呀 六六大顺多吉利呀 我姐就猜到你嫁得远 回不去 特地让我顺路过来一趟 帮你把礼金捎回去 哦 原来你来我们家 不是来看望豆豆的 哎呀 这不也顺便看了吗 方雨呀 你和你姐姐是亲姐妹 所以多一点是应该的 豆豆她是表姐 六千六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我姐嫁的可是我们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豪 她结婚 李送少了 别人是要笑话的 表姐 你可不能太小气了 哎 小雨 这不是姐小气 而是 六千六 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呢 这别人随多少我插不上话 但你可是咱们这一辈里年纪最大的 这老大姐呀 这七八月的跟我们拿一样的钱吧 不然你好意思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回想起来豆豆是老大姐了 之前你们家是怎么对待豆豆的 你都忘了吗 妈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我不提能行吗 这些年你受的委屈 我不帮你出谁帮你出 别人敬我一词 我敬别人一诈 本来这件事情都过去好多年了 我都不想再提了 现在是他们得寸尽词 那年你和桃桃结婚的时候 我们是着情又情 请不来你表妹 水里更是只赚了一百块钱 才一百呀 后来小雨结婚 她整整送了五千 你们一钱以后 相差才不到一个月 现在她结婚 你作为娘家的姐姐 给她补九百 水一千 这总可以了吧 这钱 妈给你掏了 这我水六千多 你们才水一千 这也太扣了吧 还让我们怎么大法 你给她水五千 那是你欠她的 豆豆又不欠她什么 表姐 你是知道的 那时候我姐手里紧 正是没钱的时候 她手里紧 就可以在豆豆这省钱 转头给你送人情嘛 那不好意思 豆豆手里也紧 豆豆也没有钱 你 你这婆婆 童鸭铁齿齿的 我可说不过你 哎呀 但表姐 你可不能因为 嫁到了别人家 就和外人一心了呀 再这么说 我们才是你的娘家人 你要是真窝窝囊囊的 到时候水里比我水的还少 我看你丢不丢面子 所谓送礼 是为了表达心意 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 更不是为了别人眼中的面子 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豆豆娘家人 豆豆是把你们当家人 为了迎接你的到来 忙前忙后 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可你呢 筷子都还没动 就开始问豆豆要钱 还私自大张口 一要 就是豆豆一个多月的工资 这样的人 只能叫亲戚 说是娘家人 都侮辱了家人这两个字 哎呀 表姐 你说句话呀 你就打算这么看着 你婆婆欺负我吗 我觉得我婆婆说的也没错呀 是谁家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送礼讲究的是 你来我往 想让我们送六千六 那就请她先帮她六千五补上 如果做不到 那抱歉 婚礼豆豆没法出席 一千块钱的礼钱 一定如期奉上 多出来的九百 全当我们做慈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